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切洋葱 在Facebook有朋友问我如何切洋葱 其实切洋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一个很简单的工序 一些秘密都没有很简单 但是记得问到我 切一切给大家看看 不是最好 但是我方法自己切 先切尾 不要 通常我会在这里中间 这里有两个圈 这里很明显 一个两个 我通常会在这里转一刀 转一刀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层衣 这层第一层衣 我不要 但有些人会说 很浪费 你为什么不要 一来第一层 一来第一层 通常很黏皮 二来 也是很干身 通常第一层 你会看到 如果撕开里面 是很干身 这样的 这样的状态 你炒下去 很不好吃 其实 所以通常我更浪费 你可能会不需要 接下来的洋葱 我切开一半 这样 切丝容易 切丝 你手指就屈住了 没有这样切 死牙 这样切 一定要曲手 这样 一定要曲手 这样 不要这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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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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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粗 多阔 要幼一点 都可以 要幼一点 不幼一点 没有幼就可以 无所谓 不用幼 都可以 总之 手一定要曲手 曲上来也可以 曲下去也可以 总之一定要曲 手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这样 切多一个 你站住也可以 但不要伸出去 一定要这样 这样 放洋葱出去 最后也会这样切 切完了 就是这样 不要飞物